著名作家并书敏曾写道 幸福是一种新的富足 不以物质的多寡来衡量 它是付出、分享和爱的感受 就如同爱情 那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 你会不由自主的 想和心爱的人越靠越近 当你们睡在一张床上时 就会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 女生将会体会到幸福的味道 那么两个人睡在一起 会经历哪几个阶段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 甜蜜阶段 相爱的人终于得偿所愿 能拥有心爱的他入眠 纵然有些羞逝 但仍忍不住贴近对方 时时刻刻想腻在一起 当他一脸满足地拥你入怀 在你耳边不厌其烦地说着情话 恨不得把你融入他的身体 浓浓的爱意能将你淹没 而你锁着他的心跳 回应着他的感情 这可能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了吧 第二 热恋阶段 眼里满满都是对方 在融幕下其他 恨不得将对方融入自己骨血 情到深处自然浓 两个相恋的人共处一室 干财烈火 一触即发 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会升入另一个高度 第三 互相吐槽阶段 两人私混已久 渐渐熟悉了对方生活节奏 也了解了对方的一些小怪癖 比如你喜欢的那个人 睡觉是会打呼 会磨牙 还爱满床乱滚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估计对方的面子不说什么 熟悉到这阶段便可以尽情吐槽了 彼此笑闹着指着对方的缺点 作为睡前的小情趣 第四 放飞阶段 两人熟到在爱人面前 也不必端着架子了 对另一半秉性了如指掌的彼此 也不再顾及什么形象问题 肆无忌惮地放飞自我 找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入睡 踢背 打呼 也不会不好意思 两人找到了最舒适的相处模式 放飞自我 在对方面前展露最真实的自我 第五 想念阶段 你的另一半可能因为工作 或者什么方面的人暂时离家 熟悉身边有他伴你入眠的你 也能会感受到落寞 你会想念他的体温 想念他的睡前问候 甚至想念他的呼噜 这说明他已经成为你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真挚的爱情总是美好 而又珍贵的 愿你看遍万间花 愿你渡过苍王海 愿你遇见今生所爱 彼此珍惜 不离不弃 相伴一生